想要省钱就是要做便宜的住宿 但缺点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住宿品质可能不是到很好 所以就不适合前面的人 我曾经遇过有大张人在我吃完的食物上面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南子的旅记 我是安南 这集要来跟大家介绍 如何找便宜住宿 正在徒步环岛推广大时 决定开拍这一系列的节目叫做 徒步环岛从无到有系列 让你一步一步完成你的环岛梦 如果你担心预算不够多 便宜住宿包要去哪里找 路上又很危险 甚至是吃素的人环岛活得了吗 只要你对以上问题有一思一律的人 这系列的节目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接着我们就进入很多人敲网的一集 徒步环岛住宿篇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我很意外的 在徒步路上很容易被问说 迪迪啊那你晚上都住哪里呀 这答案其实很简单啊 找便宜的民宿或背包客栈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你愿意住便宜一点 然后把省下来的住宿拿去买美食 尤其台湾的住宿真的不便宜啊 而今天这一集就是给想在住宿省钱的你 做一个参考 所以在这集我主要会分享三个内容 第一个便宜住宿的来源 第二个如何找便宜住宿 第三个我推荐我前五名的环岛住宿 当然本集内容不局限于徒步环岛 如果你今天是要机车环岛的人也是适用的哦 所以记得看到影片最后 住宿真的是我徒步环岛里面花费最大的费用 几乎是占了一半 如果你有预算考量的话 住宿真的就需要特别的去挑选 如果你想要在住宿上面省钱的话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沿路搭帐篷 优点就是最便宜 机动性最高 环岛后帐篷你还可以继续使用 当然缺点很明显的就是 你需要考量你充电问题洗澡问题搭帐篷地点 环境吵杂还有安全问题 我当初就觉得啊 我还是不要把环岛的难度一次提高这么多好了 所以我就不考虑帐篷环岛啦 第二想要省钱就是要做便宜的住宿 但缺点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住宿品质可能不是到很好 所以就不适合前面的人 我曾经遇过有大丈人在我吃完的食物上面爬 第三你也可以坐火车到市去找便宜的住宿 优点就是省钱 如果续住的话你也可以把行李直接放在民宿里面 减轻环岛的背包重量 但缺点就是多花了时间还有车钱 少了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的情怀 对我当初就是操坚持这种情怀的人 这些就是我在住宿上省钱的方法还有优缺点 大家就自己再评估一下哪一种方法适合你啰 那么便宜住宿的类型常见的有 背包客栈 背包客栈就是与其他房客共住的上下铺空间 少至两人多至十个人都是有可能的 那其次呢你也可以找香客大楼 但香客大楼它都是大通铺居多啦 但时常只提供团客 如果你是只有一两位散客的话 很多都是不提供入住的 而且你这些最好是打电话 先跟他确认说有没有开放散客入住 第三个呢就是教堂 因为我个人没有住过啦但我觉得这应该是跟香客大楼差不多一样的概念 如果有住过的人可以在留言处稍微补充一下 所以啊你要找便宜住宿的话有几个小点可以注意一下 首先是你的住宿地点最便宜的住宿通常都是在市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最便宜的我曾经住过一个晚上200元都有 真的是超级夸张的 接着就是你的住宿时间 因为同一间的房间也会随着时间有所变动 通常啊国定假日一定会比假日还要贵 一般假日又会比你的平日还要贵 如果你遇到什么假日啊国定假日或者是区域性活动 比如说什么音乐祭之类的 这时候你一定要 一定要一定要提早订住宿 否则你当天可能就需要流落街头了 我那时候因为刚好遇到疫情爆发的时候啊 所以基本上住宿是都蛮好定的啦 但听说现在有些房间真的是真的不好定了 第三住宿上省钱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询问 因为啊如果你直接用电话预定的话 不经过电房平台的抽层 一些非连锁的民宿会给你可能 优惠50元不等的费用 如果民宿老板愿意的话也会给你 图有更多的优惠 那你今天如果刚好是续住同一间的话 你也可以顺便问老板有没有续住的优惠 最后我还有要跟你分享一个最便宜的住宿方式 就是找你当地的朋友家借宿 当然是免钱的最好啦 没有啦我还是非常感谢有提供我借宿的朋友 也顺便跟一些太久没有见面的朋友 聊聊天培养一下感情 以上就是便宜住宿的特质啦 如果你跟我一样 对于住宿要求不高的人就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来跟你分享 我是如何找到一天平均不到500元的住宿 我找便宜住宿的管道通常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占了我50% 就是从FB的图友社团 徒步环岛连移会上找到的 这个社团目前是脸书徒步环岛最大 也是成立最久的社团 已经有3.1万个成员了 非常的夸张 上面通常就会有一些很丰富的资讯 虽然会比较繁琐难找一些 但我今天来为大家示范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要在台东找便宜的住宿 就直接搜寻打台东住宿 他就会把以前有相关提到的贴文都列出来了 基本上我有将近一半的住宿 都是参考前辈的经验分享 所以再次感谢这个平台让我省下了不少钱 第二个管道占我住宿的40% 就是从地方平台预定啦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 booking会比agoda便宜一些 加上acoda可能刷卡会有一些国外的手续费 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在acoda上面订过啦 然而ambmb你也可以试着找一下 因为有些私人住宰 他有多的空间就会堪证在ambmb上面 不会在booking上面出现 我有四间便宜的住宿就是在ambmb上面找的 另外如果你真的是用订房网预定的话 还有一招小payball可以让你省钱 都是使用appshabby去预定 用这个平台连结到booking啊 住宿费不会变多 反正是让你多赚6-20%的回馈 而缺点就是当你入住完成后的半年 才会回馈回来 而且你也要买200元才能够提领你的费用 虽然这真的很像是在业配 但是如果有想要省钱的人 真的可以用这招 一开始我会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个app了 但我发现还是蛮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啊我在环岛期间总共是拿了800多元的回馈 但是积少成多啦 这样徒步环岛下又住到一间免费的住宿了 如果大家还没办过的人 就可以用我的邀请码去申办 你还可以再多拿到100元的回馈哦 而最后有10%的管道 就是直接上网关键字搜寻 比如说你看你要去什么地名 地名加上背包客栈 或者便宜住宿 或者是背包客 比如说我现在是要在台东搜寻便宜的住宿嘛 你就搜寻台东便宜住宿 但通常这种方法真的是找不到更多的资讯了 我只有用这个方法找到一间便宜的住宿 如果以上方法我真的都试过还是找不到满意的价格的话 这时候我就会坐火车回到市区找便宜的住宿 隔天再坐火车回到原点继续走下去 或者你也可以在脸书社团上询问大家 其实大家都很乐意回答的 最后我来简单分享我环岛五间CP值最高的住宿啦 第五名 高雄市区的紫飞机高雄青年旅馆 这间因为我是平日入住 那时候才325元 而且我意外的是 这间背包客栈有饮料机你可以免费使用 再加上如果你的床刚好是靠旁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街景 环境上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舒适干净 所以推荐给大家 第四名 屏东墾丁太空舱旅舍 这天我也是平日入住 所以是480元 很特别的是 这间居然有免费的泡面可以吃 还有免费的饮料机可以喝 对 居然有免费的泡面 这一点真的是我第一次在背包客栈遇到 而住宿就在墾丁大街的旁边 在逛墾丁大街之前 你就可以吃个泡面来点点一下味 嗯 你懂我在说什么的 很特别的是他也有提供免费洗衣的服务 你只要晚上拿脏衣服给他 隔天他就会把这些衣服烘干给你了 我就是一个超级贴心的服务 徒游也超级需要的 好接着是第三名 花莲瑞瑞瑞的爱迪行女 这间我当初入住的价格就是500元 价格是属于比较一般的 但整体的装潢都是非常的温馨 舒服 甚至今天还有可能会看到他们的宠物柴犬 我会跟大家分享这间是因为他的背包房的浴室是连蓬头 就像饭店的那一种 这是我环岛期间住到使用最好卫浴设备的背包客栈了 第二名就是我们台东太马里坐奶奶的家 我会住到这间其实是当天临时才决定的 大家可以看这一集的故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虽然背包客栈环境是属于比较普通 但很特别的是他有提供涂油免费的晚餐 我原本想说啊免费的晚餐 份量应该就是非常的普通 不会太丰盛吧 结果我错了 他的份量超级多 多到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女生才吃得完的份量 真的是有回到家 阿妈怕你饿到的温馨感 而且我又遇到他住宿第二天 有住宿费半价的优惠 而卓奶奶他真的又请了我第二天的晚餐 等于我那两天花了750元 还包了两天晚餐 再加上民宿他离海边大概走路 只要10分钟的距离就可以到达了 你要看日出啊还是看海都非常的方便 最后我要来公布我们的第一名 就是 花莲玉璃的玉璃图中 这间我相信在徒友间绝对是没有富贫的 这间的住宿风格是走复古风 布置了许多的旧物 是间非常有特色还有温度感的背包客栈 老板Arian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酷的 但跟他认识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位很大方的人 也非常的贴心 也有给徒友住宿优惠 甚至还做了这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标章 只要是有环岛的人不管是你徒步还是机车环岛 他都会送你这个他们特别做的小标章 我觉得超级有纪念性价值的 而且在他们住宿也有免费的脚踏车可以借用 这时候你在附近的道典骑车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也因为如此在玉里途中你很容易遇到其他位的徒友 像这一天住宿我就遇到了三位跟我一样在徒步环岛的徒友 反正就是优点太多了 想知道这部分的人可以看这一集的影片 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到玉里就爱上了这一个地方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环岛住宿影片的分享 感谢有看到影片最后的你 所以我也有特别整理住宿的资料要跟你分享 我做了两个版本的住宿清单 第一个是简易版 就只有住宿时间、地点、里程、名称、价格 你就可以直接截图下来做保存 而第二个就是详细版 我会跟你说我是如何联系这些住宿的 有没有提供免费的洗衣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备注 相信这些都是对徒步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而很重要的我也要声明一点是 我这些资讯都是在2022年4月到6月的资讯 后续我也没有做更新也只能给大家当作是一个参考 因为在疫情过后 台湾的住宿整体而言都涨了100块以上 如果你要像我一样 每天平均住宿不到500元的话 真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 而图有优惠的部分 也要看店家有没有提供 毕竟经营一间旅店其实也不太容易 这部分就是要大家多多体谅住宿的经营成本啰 如果你有住宿的最新资讯也欢迎在留言处分享 你也可以分享推荐的住宿给准备要环岛的人 最后呢要整理这些的资讯真的是花了我不少时间 但因为在徒步环岛期间我收到了许多的感动 还有祝福 也想要把这份感动继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整理了这些资讯给想要徒步环岛的人做参考 如果你做的是对你有帮助的话 影片可以帮我按赞一下 真的频道订阅支持一下 也可以留些鼓励的话 我会非常开心的 有任何的环岛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 或者是IG私讯我 影片最后的最后 我想跟你分享一段话 不做想一辈子 做了想一辈子 我是A男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